大家好,不知道這次大家在自選輪盤做Mission做成怎樣 會不會有什麼困難呢? 以上有機會是新手會面對的其中一些難題 例如是歷戰之跡地爆絕5枚CLEAR 我本人推介最容易應該是水爆絕的Lv.1 以及火爆絕的Lv.1 其中我相信水爆絕的Lv.1是比較簡單的 這次我簡單做一做水爆絕的攻略流程 水爆的Lv.1攻略流程是如何設定進化木天的電 然後用進化木天的電去電死小怪 如果不太記得敵人的擺位在哪裡的話 其實你可以看這個攻略 一般來說,這一層突破的時候 我會建議木天在畫面上方 因為這層突破的時候,這層突破的最快的小怪就在畫面上方 對,好像這樣就可以了 用你的方法去設定吧 要留意左邊的龍是早點爆炸的 一般來說只是一個電是不足夠殺死的 所以就要加一刀再加一個電 大概這樣 好,就像這層一樣就清得不錯 當清掉上面的小怪獸之後 你下一個目的就是要把進化木天的地方剪掉 然後叫它幫忙清掉鯊魚 這裡就不要急 因為如果一急的話,有機會散 那些鯊魚有機會不共血 然後就會令你打得慢 不達技術 這裡如果是跌電,就非常痛 然後就死了 完 好,現在到第三層了 第三層相對地對電的需求比較小 但同樣地,你會看到上面的龍都會殺死你 所以還是要以殺上面的龍為主 殺完龍之後 你會看到有兩個黑洞 這兩個黑洞就沒所謂 不過那個年代很多人都會認為 因為進化木天的電是比較方便 於是選擇很多進化木天進去 結果就弄了自己一鍋蒲 也有 OKOKOK 好像這個情況就健康了 那些魚就適當地慢慢殺死就可以了 最主要你要做的事就是要電走那支叉 因為那支叉 只要在牆上出現瘋狂狂狂狂 其實就會變得很麻煩 那支叉是會射十字Laser 然後會增強某些攻擊的傷害 那些魚就純粹放回牆場 沒什麼特別 我猜到電動的那些叉 就不怪你電可以打的 那不是這隻負責的 我猜到木天放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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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很不錯 為什麼呢 因為它的電能能夠電到下面的怪 然後有罩的時候 木天的電是會雙倍傷害 因為會疊電的 非常有趣 這裏都是電的 這裏是電加斬 電加斬 失敗了 但不要緊 打一隻BOSS塌就非常OK 這裏要做什麼 這裏就放他 扎角度進去放他 你會看到這裡 他會射左右Laser去打你 但其實兩隻被人打 傷害非常有限 所以就是大象夫 所以照樣咬他就是 就是了 為了這個方便起上來 其實木天是要開始放在畫面上的地方 但我傳了下去 失敗 雖然沒有所謂 因為如果木天放在下面 會出現的情況是什麼呢 就是 稍後左右有兩條龍 就會比較麻煩 但你只要設好你的兄弟在 左右方 稍後打直去斬死那兩條龍 難度分也會大大下降 所以不需要擔心 留意 入到BOSS戰第一層 就要注意的地方 除了殺龍之外 就是那些魚 都是不能夠即時殺死的 你要等到大概 在BOSS中間的倒數 去到四字 或者在樓下 才殺死就會比較好很多 如果不是 待會BOSS會爆四血技的時候 你就沒有方案打 那你就沒得回血了 沒得回血的話 你進去打BOSS戰的第二層 就會變得非常大壓力 這個特別留意 用木天去 攝取BOSS和殺死那條魚 這個就是剛剛說的四血 如果你的兄弟 不能夠好好地去殺 開這條魚幫忙回血的話 你就會很大機會輸 好像這裡這樣 我回了兩萬多血 是不足夠的 不過待會他 這一回合 如果你放了兄弟 但又回不了血 你就會自知 然後下一回合 這個是射飛彈 射飛彈 即是全體傷害 如果你沒有大概三萬多血 都是會自知 我們這裡不殺BOSS 只是老美回血 我建議有能力 回血回到最盡 回到滿了才進去BOSS戰 就好很多 再進去下一層 就非常之好 好像這樣 回了很多血 就非常之健康 那我們不理了 我們把木天 繼續放在上面 可不可以放到呢 有機會放不到 因為木 哪個加速 到達 這個位置也可以 不過沒那麼好 因為 最主要是因為 上面那些怪 要幫忙清 本身 但是我失敗 好 你殺到那隻有罩 就已經好很多了 但其實你會看到這個位置很漂亮 這個位置漂亮的話 你就有權做一件事 就是暴擊 走BOSS 但當然 其實如果技能 你現在用了 你下一層就沒有技能了 這個是有少少問題 不過我現在照樣做一次 好 這裡是Loop Hit 你要完全的打橫 你才可以Loop到Hit 否則Loop一下就會走 看看我做不做到 成功了 BOSS就走了 好 這裡定番之二 一開波 木天就爆技 然後就一次過撞罩 折消敲叉 還有BOSS 你隕石的傷害 就是3倍 因為會掉隕石 這裡照樣打 一打Boss就會扣了一定量的血量 另外有這個強行的指環公主是會幫忙停箱的 所以你不需要太擔心 只要大傷害Boss,最重要的狀況就是在中間撥到Boss 看你撥不到Boss 如果下一手指環公主再抓他的話,我就可以撥到Boss 他就會收工,他就會死人了 這裡是趙階,其實以他的血量他已經表不了 指環公主這個位置非常好 我趁機回去吧 其實我想說這隊要輸的話 都是要完全不會打才會輸 其實會打是沒什麼可能會輸 不過問題就是相信有些新玩家 沒經歷過,就覺得不會打是正常的 這個就是你要去做自選輪盤的Mission 我會推介你去進行的一個玩法 大概就是這樣 希望可以幫到一些不會打的朋友 多謝各位支持,掰掰 BYE